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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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剛才和李揮手說拜拜的朋友 你不理會他 我不喜歡和他們玩 我在學校只和碧芝玩 你只有碧芝一個朋友 沒有其他朋友 沒有 我不喜歡同學說話大聲又很吵 還有男生很粗魯 還有我喜歡的卡通片 他們都沒見過 你這樣說就不對了 做人不應該嫌三嫌四的 到將來你一個朋友都沒有 就會很孤單 不懂和別人溝通 我問你怎麼辦 我都不知道應該怎樣跟你說好 做父母總是擔心這樣擔心那樣 又心急 總是希望子女很快認識很多朋友 但其實有些小朋友真的慢熱些 需要多些時間去觀察才能認識朋友 我們做父母的不用緊張 只要給小朋友多些去接觸朋友 擴闊他們的圈子 那我們就自然會認識朋友 另一方面 如果小朋友經常批評同學的話 父母就應該小心些 幫他們去欣賞其他人的優點 學到怎樣跟別人相處 就可以提升小朋友的人際智能 其實我小時候都好像你們這樣 沒甚麼朋友 不過老師教了我一件事 之後我就越來越多朋友了 嗯…教了甚麼呀? 老師說人就好像不同的水果一樣 有蘋果、有橙、還有你 每一種都很特別的 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優點和缺點 你想想 那個說話很大聲的同學 性格是否特別開朗 嗯…有時還很搞笑 你說那些男同學很粗魯 我想他們也不想的 不過他們更小 有時控制不了自己 打了人也不知道為甚麼 嗯…上次有個男同學 老師問他為甚麼打人 他也答不了 對呀…不如你說一下 你的同學有甚麼優點 嘉嘉呢…說話就好